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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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田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淮山羹 我现在先把胡萝卜切碎 新鲜的香菇 你也可以用干的香菇 把它泡发以后 也切成碎末 胡萝卜丁香菇丁 外加一些切得很细的白菜丝 我现在需要淮山 是这种的 不是铁棍淮山 这个滑滑的淮山 我们来做汤的话 它有一点勾芡的效果 现在把淮山弄成泥 剁成泥 淮山是很健康的食材 所以我们给它拿来做汤 我可以用的量会比较多一点 切成泥 就像这样子 240毫升的cup 大概一个cup 先打一个鸡蛋 好 材料都在这里 把火烧开什么锅都行 放一点油 先把胡萝卜跟香菇炒一炒 好 我加一杯的水 再加一杯的青鸡汤 好 我们就把这个淮山放进去 这个就有勾芡的效果了 给它推开 这淮山是很清甜的 现在我只要放点盐 这就看个人口味了 你们自己愿意放什么 放酸甜酸辣都可以 我只放一点盐 把这个白菜撕放进来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火关小 关到最小 然后把这个蛋 蛋花进去 调一下 这味道 这颜色好漂亮 喜欢清淡的朋友 它就是一个盐 你要希望它更浓郁一点味道 你可以往里面加点醋 出锅的时候 加点胡椒粉 加点胡椒粉 白胡椒粉 就变成酸酸辣辣的 酸辣汤 乔夫说呢 如果你要颜色好看 咱们就加米醋 米醋再加一点 就是酸酸辣 你还可以放辣椒粉 所以 这个汤是你随意可以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的 但是这里面的营养成分 是非常好的 尝一下啊 开胃 加上醋好 好吃 如果喜欢清淡的 就不用醋 但是你还是觉得 喜欢加上醋 胡椒 胡椒 还可以放很多辣 酸辣 我觉得这个直接就成酸辣汤就好了 对啊 挺好的吧 可以自由 自由变化 好吧 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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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